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叫做绘图 绘图的话基本上 其实就是第六页里面的这边 我这边有一个引用MathPriLab的这个 这个套件做绘图 其实第一个大家注入这个套件里面的这个模组 那因为这个模组的名称比较长 所以我直接给他一个缩写 叫 PLT 当成是他模组的简称 以后 PLT 就指的是前面那个东西了 OK 然后呢他有个方法 有没有 就是可以怎么样 帮我绘制折线图 但是会折线图他需要两个参数 因为折线图我刚刚讲过 有一个X组 X组需要给他时间 Y组的话需要给他的就是汇率 而且你需要给他的 当然是一连串的资料 所以需要给他两个串列 所以X组 所以我需要一个叫做ListX 这个名称也是自己取的 就是X组呢我就给他就是时间好了 那Y组的话呢我就给他是一个汇率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已经有产生了吗 产生这两个资料了 有没有就这两个资料 那当然你现在眼睛看到的 它实际上你不从分辨它是文字还是数字 不过其实因为实际的切割哦 理论上它会是帮你产生的是一个文字的资料 那所以呢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还在做几件事 第一个为了要满足什么 满足会合的需要 所以要产生X 跟Y 所以会需要两个串列 那这两个串列要怎么产生 那当然我们在前一个 前一个阶段我们有提到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串列的话 第一步的话 我们先产生一个空的 一个空的串列 因为我们需要两个嘛 所以我就一个是Lis X 等于空的 一个Lis Y 也是等于空的 也在里面没有放任何资料 那我要放什么资料呢 就是当我执行回圈的时候 回圈的范围一样是从第零 第零的话就是避开 不是第一啦 零的话是栏会名称 从那个7月1号开始 一直到尾巴 尾巴要减移 为什么 因为尾巴有个空的 那个不要 OK 那我们就把刚刚的程式带进来 有没有 那所以也就是先产生 把这两个串列 空串列先放在上面 然后一样这两行是跟刚刚一模一样的 这三行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做的一模一样 把它放在中间 然后底下多了这两个 就是叫Apan的 那也就是我如果今天想要把资料 放到这个空串列里面 那就是用Apan的方式 那Apan的话呢 那因为我将来 我希望呢可以怎么样 帮我把那个资料放到这个X的时候 那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料 它是什么 2002的7月 这个75 7月 它格式是长这样 2002 0721 那我想说年度 应该说固定2022 所以我不要不要前面的 我只要什么 我只要7月 7月24 它中间加一个斜线好了 那所以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可以有这个格式的话 那我可以用一个format 我刚好是那个什么 刚好是7月8月 所以我从第五个取一个字就好了 所以后面的话呢 停在哪里 停在第六个也就 第六个就是应该是第七个字 我不要的话 那你就从第六个5的话 第六个字 冒号7 值得就是帮我抓那个7或8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什么 加上 我要后面的这个 有没有 比如说21 这两个字 那我可以什么 从它的第六集就第七了 它所影子 从0开始 所以加1 第七个字 然后一直到第八 第八字不要取 就是其实就从什么 6 冒号7 然后意思就是从第七到第八个字 第七到第八的话 其实就是指这个21 OK 那你中间再加一个斜线 所以得到的结果 就是会7斜线21 OK 7斜线 可能后面的话28等等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再取汇率的部分 那汇率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我有加一个 这个EVO 这个EVO的话 意思就是说呢 把原来的文字 转换成为数字 OK 所以如果你没加EVO的话 将来你要废图 就会产生问题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把这两个 我先直接控制C 实际上你可以把这一段取代这一三行 也就是说啦 其实主要我们是加的 主要加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空串列 有两个空串列 第二是把抓到的资料呢 把它加进去 用Apend把资料抓到 最后把这两个串列 可以刷得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应该就可以 拿掉了 这个Ctrl Ctrl1就注解 反正前面加一个紧字号就注解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是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List X 有没有 输出结果 把这边稍微放大一点点 Ctrl加 你如果把游标放在上面 Ctrl加 就是放大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List X 输出结果 有没有 串列在这里 串列在这里 它就是7月1号 有没有 然后7月4号 7月5号 一直到8月16号 那就一个一个帮我什么 帮我把它串成一个 串列 也指的就是说X的部分 时间 那辉率的话就List 然后指的就是这一串 这个的话是中瓜谷 中瓜谷 那各位可以看到 前后没有单领号 表示说这个应该是个数字 没错 所以如果假设 你没有加这个转型 有没有 Evil这个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转型 它输出结果 在 假如说你没有加Evil的话 它得到的结果会变这样 有没有 资料的前后 有没有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前后多什么 多单领号 那如果多单领号的话呢 那表示它是文字 所以文字你拿它去画图 折线图 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人说老师 为什么你画出来的图跟你图不一样 而且乱跳 那你直觉就要想 资料形态不对 这个问题我发现很多同学经常发生 因为说真的老师 我们眼睛真的没办法看出到底它的形态是什么 这有时候可能还是要 这个地方要特别想 你就直接的 如果你要转型的话 很简单 只要在外面包一个函数 叫EVAL 前刮乎 然后后刮乎 OK 这个函数 EVAL 这个函数 蛮像Excel 有个函数叫VAL VAL 函数也是类似 就把文字转换成数字的一个函数 这个地方 我再猜 这个VAL 应该是VAL EVAL 反正就是知道 记得这个函数就OK了 然后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那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 本来前后会有单领号的 这个函数就没有了 好 那表示说我们准备好 在这边是 如果你要绘图 虽然只有三行程式 但最难的就是 必须要产生X轴 跟Y轴的串列 那你再把X轴跟Y轴的串列 再丢给MATS PRILEB 它就画出 那就画出来了 所以 再来就把那三行 所以底下你们可以找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 一样第六页 这边就引用MATS PRILEB 这个套件 这三行 其实上面注解那些可以把它复制 因为我前面特别 还加了那个锦织 所以执行 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注解 把它贴在这里 OK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把它执行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 理论上在你的下方 就会多出一个绘图的结果 这个地方我把它放大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美元呢 近大概从7月1号到8月16号 这段时间一个半月的时间 就它的涨势 其实还蛮明显的 那如果你再往前推 大概四五个月前 其实汇率大概到27点多 所以如果你在27点多的时候买的 一到现在 你至少 涨了大概七八趴了 OK 所以 不过最近就是像这样子 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就在那边一直盘旋 它就没有一个爆炸性 你冲上去好像没有力道 OK 不是好 反正就是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图给绘制出来 但是可能要特别小心 你们如果 Spy的里面 假如你绘图的时候发现 奇怪老师 为什么我这个绘图 没办法像你这样 像这个跳一个这个绘图的 画面出现的话 那可能要注意就是说 你有个地方可能要稍微改一下 设定 那改设定的话呢 最简单的地方就是 找到上方有一支扳手 这个扳手其实就是设定 OK 你就把那个设定里面 我记得好像只要改个地方在哪里 改那个什么 绘图的地方 绘图的部分 应该是在在哪里 在I-Python控制台 I-Python控制台里面有个绘图 绘图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 如果你假设 如果没有那个问题 你就不用改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要改一下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 要确定说你的那个什么 这个Mesh-Python控制台里面 这个要支援 这个好像要打勾吧 我不确定是 这个地方要改 然后这个地方后端 好像预设 预设是不是 行内 那你要改成自动 这地方可能要检查一下 如果你假设 你等一下执行 发生有问题的话 我印象中好像 就是这几个地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的话 如果你假设原来图跑不出来 那你改了 改了这个设定之后 记得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你按OK之后 一定要把Spider先关掉 重新开起来 设定 才会OK 不然的话你 假设设定完 你在执行还是跑不出来 一定要整个关掉 重新再开启 才会看到那个折线图废制的结果 OK 所以以后要 废制一个折线图 反正最重要就是什么 你要有一个Aso 你要有一个Iso 那Aso通常是时间 有没有 因为折线图通常是 一个时间的数据变化 所以通常如果Aso的话 那就是一个数量 看你是要什么样的数量 有没有 OK 所以像切到按键也是一样 Aso的话就是 什么时间 那切到发生的数量 然后你可以看 哪个这个近几年的 切到按键是增加 如果增加的话 那个折线图一直往上 如果减少的话 这个折线图一直往下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某个时间区段 的资料变化 变化情形 这个其实是 还蛮知学的 一看就知道了 OK 再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的这一段 程式稍微弱下 OK 再来当然 后面还有一个需求 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刚刚的那个X轴跟Y轴 如果想要把它存成 Esser档的话 这也是一个重点 这样礼拜有提到 如果你想说 老师我想要把那个 时间跟这个汇率 我希望直接就帮我存到 这个Esser 变成一个Esser档案的话 那怎么做 这个时候当然就需要另外一个套件 叫Pandas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在Pandas 慢慢他在使用 这个在写程式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部分都在使用什么样的套件 的什么模组的什么方法 然后解决什么样的什么问题 有没有 所以他的写程式的方式 某一个模组有什么提供什么方法 那你都去细米移 当然你不可能去背他 不过没关系 你需要找一下 有这个功能 那你就可以变出你要的结果 就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们给你考虑